今天11月6日星期三 今早看到一篇视频 有条片 就是我一位朋友何君尧律师 他今早早被人 襲击 事源就是他早上在那里派传单 接着有位男性的支持者 走过去跟他说一些鼓励性的话 接着就欠花给他 继而要求合照 要求合照的那一刻 在他的袋子里拿一把刀出来 一下子捅住他 这刀好像是想拿去命似的 幸好何君尧律师敏捷一招 接着一群人一起五六个人制服了他 其实这位施暴者 也有点大意 还有有点不小心 或者叫契机洩漏了出来 他欠花那一刻 他是欠菊花 菊花是拜生才用的嘛 你欠给一个偶像 或者欠给一个崇拜的人 你不会欠菊花给他 一般 一般是拜生才用菊花 我看到这条片好像是菊花来的 接着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没来 何君尧律师就在病床上 有第二条视频出来 就说跟大家报个平安 就告诉大家 那位施杂者 刺他 只是刺到2cm 所以 并无大碍 大家这一刻可以放心的 起码就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而且他那一刻都 依然是很活跃 就是被刺到 一起制伏他那一刻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 这方面 这件事呢 带出来呢 就令到我们这边的人 个个都很恐慌 很恐惧 非常之恐惧 究竟我出去帮忙 帮我心仪的议员 帮我心仪的代议员 或者准议员 或者代议士 帮他出去做义工 派传单 会不会有生命的威胁的 反对派 或者勇务派 会不会找人来 攻击我们 或者伤害我们 这件事呢 会令到 蓝营 或者建设派这边的义工人数减少 我觉得 事关实在太恐怖了 你无端端竟然可以 有一位支持者 走过来捅你一刀 其实这个做法很卑鄙的 就是这个做法 所以呢 我们大家如果见到一些 散面口的支持者 咦 这个人好像 平时没见他 咦 这个人站在那里支持你 但是人对眼睛好像周围看 在做另外一件事 这些人我们要小心 事关现在他们很喜欢 假冒支持者 来陷害你 或者攻击你 或者突击你 我另外有一位朋友 我现在不提及他的名字 因为他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或者是协助 很深入地调查 他也是被 他的假支持者陷害 他在一个地方 被一帮人约了出来 然后可能几十人 甚至五六十人 然后在那里拍照 然后又在那里和他聊天 原来同时也报了警 说他在那里犯法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局 真的是一个局 然后另外又有位女性 她是组织过 或者发起过一些撑警活动的 今早又被十几人打 打到血流披面 应该说投破血流 就是 我们是不是就是要这样 屈服这个暴力的社会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害怕了他们 所以不敢走出来说话 不敢走出来支持我们心仪的代议士 或者心仪的政府部门呢 我们不应该向我势力低头 我们 但是同时地 其实现在都十一月了 你十一月底就选举了 为什么你不可以充分利用那张选票去表达你的意见呢 其实你手持那张选票已经就是 你最好的发表 的工具了 你喜欢勇武的 你就投票给你勇武的议员 你喜欢建设的 你就投票给建设的议员 你没必要再走出来在这儿破坏社会秩序 毁坏公物 伤人放火 打家劫舍 你没必要再做这类型的事情 因为还有三个星期左右 四个星期 你就可以走出来投票 去表达你的意见 我相信昨天的大多数绝对是不应该投票给 带个头出来做骚动 做暴乱的议员 在暴乱现场出现 在那儿扰乱警方 维持秩序的议员 这帮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这帮人就是 外国势力分离主义分子的棋子 前几条片我们提及过 颜色革命的铁三角 分离主义走到尾声 V刹面具通街都是 危旗行动的不断 假新闻不停的发放 警察轮间警察鸡间 死人浮屍 这些全部都是没有受害人走出来 全部没有家属 没有朋友 没有一个肯光明正大走出来 对传媒说话的受害人 一个都没有 但是大家偏偏就是要相信 偏偏就是要相信 他们这个颜色革命 铁三角其中一环 最重要的是传媒 制造假新闻 制造恐慌 偏偏大家就要相信 但是我相信香港人 始终是有理性 还有有智慧 去拆穿这个局 再这样下去呢 香港的八年基业将要毁于一旦 这个破坏 这个骚乱 会让我们沉淀多少年 甚至乎会不会让我们永不翻身 没有人知道 分离主义分子将会继续努力地做 之前九哥那条片说过 当V3面具出现 假新闻出现 警方开始有机会会 搞不定 当警方真的搞不定那一刻呢 可能 国家就要出手 到那一刻呢 分离主义分子就赢了 唉 天佑香港 希望大家尽早醒觉 不要再 鼓励暴力 鼓励暴动 你要支持勇武的 你就投票给 你心仪的勇武派准议员 不应该再走出来 但我相信香港人 是绝对有能力去判断 哪些人是为香港好 哪些人是破坏着 我今天想说这么多 还有 最后 蓝营的朋友 大家要小心 小心你 三面口的支持者 因为最近 实在太多假支持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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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es 보� 整理 陈 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